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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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巧匠 是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的义匠祖师 2000多年来 人民不断地创造和流传着鲁般的传说 把它当作了劳动人民无穷智慧的理想化身 直到今天 还能启发鼓舞我们 为建设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太小了,没用了,这.... 一会儿太大,一会儿太小 好,我看他自个儿心点都没受 让开,让开 方氏老爷来了 方氏老爷,你好 工程做得太慢了 好,好,好,好 初一就要到了 我们的祭天大会一清早就要打桥上过 赵掌默示 当我们的祭天大事可不成啊 放心吧 绝不会的 桥身马上就接拢 桥面上的几块石头再赶一赶工 准能赶上初一 一定得要赶上初一 是是 走 好 好 好 没用了 走,喝酒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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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拿酒去 老刘 新姑娘,快过门了吧 又来了,讨厌 新姑娘,连身新衣服都还没有着落呢 夏月初五,怎么过得了门呢 新郎官就是何夕的李清啊 哦,那不正好赶上我们那个石桥造好 可以在新桥上赢过去吗 大元那样才好啊 老爷爷,你还没走 那喝口酒吧 谢谢你,不喝了 你不是急着要到镇上去找住处吗 现在不了 我要到那边去找点活做做了 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 赵师傅 谁 找我吗 我是过路的 寒趁荣完了 在这儿做几天短工行吗 这么大年纪了,还打得动石头啊 留下吧 不会白吃饭的 这儿不正在赶工吗 好吧 回去吧 等一等 这位 贵姓 我姓于啊 明日 哦,于师傅 过路的 想在咱们这儿做短工 帮咱们改一改 你们哪班人手缺就留在哪班吧 干我们开石头这行活腰上得有劲呢 老爷爷,你的腰力怎么样啊 哎 就说这石磨吧 你看多细多圆 当年鲁班师傅给大家造出了石磨 要没有好手力好眼力可不行啊 你的手力眼力怎么样 别跟他老人家开玩笑了 吃饭去吧 走啊 那么你明天自己随便早点活干干吧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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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事 这有什么 也许他在那乘凉吧 展牧师 老星皮开的那块白石头 不是你叫他打的吗 我没有啊 我没有叫他打呀 奇怪 他不是把那块白石头打了两天吗 走 我们看看去 走 我去你去 我去打这个 到底打的什么呀 是作邓吗 是作邓 这怎么不是作邓啊 是给江太公打的作邓 似不像 真是个自不像的好宝贝呀 老星 我做了几天工 也没有拿钱 赵师傅 这块石头是你们不用的了 就给了我吧 好吧 你老人家要是拿得动 你就把它拿着走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爷 你怎么上这儿来打石头来了 那本造桥的都是些年轻的手艺人呐 我这个老头子跟他们比不了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走了 这就走了 下哪儿去 哪儿有活嘛就到哪儿去 妈 对了刺儿 快拿过来 老爷爷 这给你留在路上吃嘛 好好好 那谢谢你们了啊 我这块石头也打好了 那就留给你们吧 我这块石头有什么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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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哦 就留着当个竹槽吧 这是个竹槽吗 是啊 哦 你们可要记住啊 要是有人问你们要的竹槽啊 那你就让她给崔姑娘预备嫁妆 预备嫁妆 妈 不是再有五天就要过门了吗 妈 说猪槽怎么连个槽也没有啊 没有槽那叫什么猪槽呢 还说会有人要这没有槽的猪槽呢 这老头啊可真是个老糊涂了 真是个古怪的老头 真是个古怪的老头 这边去掉五分 这边再打去一寸 哎 快 这儿 哎 方氏老爷 来了 张博士 怎么还没好啊 快好了 就剩下桥上的一个大窟窿啊 啊 什么 还有一个大窟窿 方氏老爷 正在赶了 一会儿就好了 都怪我把尺寸给算错了 正在赶 几天大会 马上就要动身了 是是是 你听 请你听 走啊 走啊 别了 快点吧 出贵的就要到了 是是是 不要打了 快把他抬上去吧 快 快 老贾 成不成啊 钓骨头再试一试 别再塞了 快拿起来把它打小一点 快 快 把这儿去点 这儿再去点 哎呀 快 快点吧 这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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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得马上就要到了 还打呀 哎呀 哎呀 我的天哪 这儿 妈 咱们家的块石头 跟这个窟窿有点像吧 哎 好是有点像 哎 你们家的石头 啊 就是你们赶走 那个老头留下的 那个老头大的石头 啊 你别开玩笑了 不看看什么时候 快打吧 好祖宠 快 妈 咱们去把它抬来 这儿 咱们去抬去 快走 哎呀 别拉 薄金 拿走 보신 让了 爹 快点吧,你看,已经到了,就铺设一块木板吧,也好过人哪,使不得,使不得,桥上的这个大窟窿不入石头卡住,这么多的人走过去,会把桥给压塌的,那你说怎么办哪,啊,快打,快,老贾,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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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这块石头倒有点露 快,把它装上 慢着 那个老头说过 谁要这块珠槽啊 就叫谁给翠儿玉杯架装 给翠儿玉杯架装 行行行 方氏老爷,你看怎么样 行 只要这个石头装得上去 不挡着了忌天 不得罪了天神 什么都行啊 老贾,快装上吧 那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装上吧 走 这真是天神显灵啊 老贾 那个老头姓于明日 他是谁呀 于日 这是鲁字啊 这不是鲁班师傅吗 鲁班师傅 是鲁班师傅他老人家呀 是鲁班师傅 是他老人家 这个古怪的老头 那忙着就走了 叫人家道谢一声都来不及 你也家中有了 好 从将军到吴山峡有千多里路 怎么一转眼就到了 下水走得快呀 你在将军 听说鲁班师傅修桥的是吗 早就听说了 西蜀一带还有哪个人没有听说呢 鲁班师傅 这是天生的巧匠啊 什么人能比得上他呀 我看鲁班也不是什么天生的巧匠 听说他的手艺啊也是一点一点儿学来的 从前他用墨斗在木料上弹线的时候 一个人呢总不行 只好请他娘帮他拉着墨线的一头 那么他再放墨线走到木料的另一头 比好了尺寸 再把墨线盘在木料上 可是这样 就往往耽误了他娘做家里的活 后来他娘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做了一个小木钩 把这个钩勾在木料的头上 这样就可以代替了他的娘 他都不要把这儿子都交给他 那么以后他就可以一个人放线 谈线了 还有啊 鲁班从前报木料的时候 总得叫他的老婆用双手顶着 可是这样又往往耽误了她老婆房线 后来她对老婆也想了一个好主意 就是做了一个木屑 还让鲁班把它钉在板凳的头上 这样一来以后再也用不着她老婆用双手顶着了 这些都是鲁班从前的事了 所以我说鲁班不是什么天生的巧匠 多学学 多想想 我们什么都能干 好 穿过了三峡就出西蜀到江南了 看哪 这风景多美呀 江南可是个好地方 是吧 你们几位知道吗 那儿有什么大工程在造 江南一带在造大宗庙 听说工程不小 是啊 要是鲁班师傅知道了 她一定会跑去看看 你说对不对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尹 feel free 匀 对吧 听说工程不小的 的 老师,明天是清明节,您不带几条鲜鱼回去吗? 听说张师母烧的一艘好鲜鱼啊 好吧,给我捡两条吧 张师父,张师父,明天造宗庙大喜了,不打点酒喝吗? 酒不喝了,明天亭盖怎么上,正粮怎么上,都没想出法子来呢 真丑死人了 钱别找了,谢谢,谢谢 张牧师,你回去了 老刘 他瘦多了 听说,他愁到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啊 老刘 当个张牧师,真不容易啊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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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鲜鲜鲜趁ận 这就是明天要伤上去的大梁了 短了好像有七八尺嘛 这就是明天要上上去的亭盖 可这么重的石头亭盖怎么抬上去呢 张师傅 张师傅 谁呀 我路的 能在这儿借宿一宿吗 上这儿借宿 我这儿又不是客栈 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于日村来的 上哪儿去呢 到处跑啊 哪有活儿就在哪儿干 干什么活儿的 十奖木匠都干的 还是同行呢 快点进来吧 请坐 本来同行人嘛 很乐意把你留下的 只是我回家吃点饭 又得上宗庙去了 没人照顾你啊 我心里也烦得很 明天这一关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什么难关也得过啊 什么事啊 讲讲吧 说不定我这个到处跑的人 会帮你想点主意呢 你到处跑 听见过像这样的事吗 这儿的乡亲们 要我造一个大的宗庙 正殿呢 要造得又高又大 店后还要修一座大的亭子 说一定要用黄金树做正殿的梁 要整块的朱砂石做亭子盖子 那儿来这么大的黄金树和朱砂石啊 工程嘛 已经开了 料子还没找到呢 没办法 只好四乡出了爆 后来呀 果然来了一个老农府 他帮着我们在东山 找到了一块很大的朱砂石 一百多人哪 足足地运了各把运 现在呢 已经把它打成了一个整的亭盖了 四面的石柱呢 也立起来了 但是亭盖这样重 没法子伤上去呀 用人抬吧 人多了站不开 人少了呢 又没有那样大的力气 人也没有那样高啊 再说 那么长的黄金树 就更不容易找到了 好久好久 一个老乔夫 在西山后帮我们找到了一株很高的黄金树 运来一看呢 太短了 太短了 比大殿短了七尺六寸三 明天是清明节了 是该上梁和上亭盖的日子了 我可一点办法还没想出来呢 不急死人了呢 不急死人了 你哪儿来那么多话 吃了饭快去吧 嗯 好鱼啊 好 趁热快吃吧 嫂子做的这样的好鱼 有酒可就更好了啊 是我打 还是你去打呀 我去打吧 好 张师傅 给我来半斤吧 来打酒了 一定是想出办法了 恭喜你 来了客人了 不是我喝的 不是我喝的 哦 帐给我记上吧 张师傅 你走吧 客人呢 哎 客人到哪儿去了 不是在吃饭吗 哎呀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儿 哎呀 该死的老头 这好心给他饭吃 你看弄得乱七八糟 这不怕醉吧 这老头 从哪儿来的 讨厌鬼 我明白了 真讨厌 你还骂呢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什么 正梁不够长啊 我我这不去 我老头 大启 这两头有目鱼 衔接去 不就行了吗 用土 把石柱子埋起来 天盖 不就可以顺着土坡 抬上去了吗 魚日村? 魚日? 不是龍嗎? 魯班師父? 沒錯!一定是他! 魯班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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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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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老刘老刘 张牧师什么事有事啊 快点 老刘 快把伙计们都叫到桌面那去 快快 好 就去 伙计们快点来啊 快点来啊 快点快点快点 好好好 伙计们有办法了 大家伙快赶吧 楚老刘七八个人留下 剩下的都去挑土 由小杨带着 把土都挑到亭子那去 请挑啊 请挑 把那四根亭柱子都给埋了 埋了 都给埋了 我们留下干啥 你们跟我一块做木鱼讲 做木鱼 刚才啊 鲁班师傅来过我家了 鲁班师傅来过我家了 鲁班师傅来过来 大你和啊 快点动手干吧 动手干吧 好 动手干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但是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看哪,這就是土堆亭 魯官師父可真是行啊 魯官師父真是仙人下凡,點化了我 真是仙師啊 不知他老人家還在不在我們這兒了 勝利 小心一點 哎呀,碰疼了吧,啊? 不疼。 師父,魯班爺爺在江南修宗廟真了不起啊! 他真是仙人下凡嘛! 魯班爺爺要不是仙人,他就能點話掌莫師,土堆亭,余台糧嗎? 我們凡人幹得了嗎? 我看魯班爺不是什麼仙人下凡。 他跟我們這些個手藝人長得也是一模一樣。 只要多學學,多想想,那我們什麼都能夠幹啊! 快到京城了! 小寶寅 我叫你 什麼事? 不要殺人了 怎麼又殺人了? 殺什麼人 可怕呀 殺第七個了 為了造角樓 為了造角樓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你啊 他是不是个掌漠师啊 是啊 皇帝要在宫城四角上造四个角楼 一定要什么九粮十八柱七十二条级 连这六个掌漠师都造不好 已经杀了六个了 你看 这位年轻的李掌漠师就是老掌漠师的侄儿 老掌漠师这一死啊 现在造角楼的工程就落在他的身上了 你看他苦着脸 大概肚子里也没什么底 下回就轮到榜榻榻到这儿来了 九粮十八柱 九粮十八柱 七十二条级 哪里有这样古怪的角楼啊 九粮十八柱 九粮十八柱 七十二条级 下早 blueberries 第三 behaviors 九粮十二条级 五四十八 arrive 五四十八 大 九粮十八 八六十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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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